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的房子封顶了吗 你的房子现在是处于停工状态 好那我问你一个第二个问题 停工状态之前它是封顶的吗 没有封顶了 那我问你第三个问题 在福建没有封顶 凭什么给我放贷款 我跟你讲 给你放贷款 我在问你这个问题 没有放贷款 凭什么无缘问给你交三年 我当时还贷的时候 你们的工作人员跟我确定的是 房子已经封顶了 懂的意思吗 不好意思打电话过来 那凭什么你们现行 再没有达到放款的要求 给我们放贷款了 你告诉我为什么 凭什么没有封顶的房子 骗我们说封了点 给我们放贷款 我每一通电话都有录音的 之前骗我说封顶的 那个叫 那个你们建行的人 我有录音的 你怎么回答我这两个问题 这是有钱还没钱还的问题吗 你告诉我凭什么还 你回答呀 你不专业的人吗 你答呀 我跟你说我们违规犯款 是不是 但是不影响这个合同的执行 我跟你讲 你不懂法吗 你不懂法吗 我跟你说 银行是违规犯款 之前你票 算是不违反合同法 怎么会不买 这是两回事 你慢 合同里有一条规则是什么 你好好看 你的贷款合同 贷款 合同你 你可以看 合同里面没有约定 一定要封顶 放款 没有封顶 你当天怎么 那为什么 龙海那边能放 江江湾那边 贷款那边没有放吗 真的也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还有录音的 你们真的是 违法为天了 真的是 真的牛逼了 你们建行 我们这个是违规 但是没违法 你们违规 因为你们违规 好 因为 你说违规 因为你们违规 我们就骗我们 来骗我们还贷 凭什么 凭什么 因为你们违规 我告诉你 小额诈骗在两万的基础值上 我一户人家还你30万 年本贷系60万 十户就600万 一百户就67万 你是大额诈骗 你跟我讲这些 你懂法吗 你跟我讲这些 你懂法吗 你可以去起诉吧 对不对 你可以去起诉 好吧 我起诉 你们违规 找你们行长 告诉我 怎么起诉 找你们行长 你